一个提交大概的流程是这样的 先去对项目进行修改 比如去添加新的文件 去修改已有的文件 然后告诉Git 要提交的都有哪一些修改之后的文件 确认以后再去提交一下 提交的时候需要去添加一条修改的一个描述的信息 下面我们可以打开终端工具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项目所在的目录 然后用GitStatus这个命令去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状态 输入GitStatus 这里会显示我们当前所在的分支 UnbranchMaster 表示我们现在是在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 也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主分支 在后面的视频里我们会去介绍什么是分支 怎么样去创建新的分支 InitialCommit 初始的一个提交 Commit就是提交的意思 下面还有一个NothingToCommit 表示目前没有什么可以提交的一些东西 下面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去新建一个文件 这里我用的是Blackcase这个编辑器 我们可以用它打开在桌面上创建的MoveTalk这个项目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HTML的文件 命名为index.html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去添加一点东西 去添加一个基本的HTML的结构 保存一下 再回到终端工具 这次我们再去运行一下Git status 这里会显示一个ontracked files 未跟踪的文件 这回Git会发现一个还没有进行跟踪的一个新的文件 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index.html这个文件 如果现在我们想去提交一下的话 我们需要去添加一些修改的文件 然后再去执行一下提交 去添加我们可以使用Git add这个命令 在它的后面再加上具体的一个文件的名称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点 表示添加所有的修改的文件 或者这里我们可以去指定一下具体的文件 比如index.html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运行一下Git status 去查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这回提示说changes to be committed 将要被提交的修改 在下面的这些东西 new file一个新的文件 index.html 确认这个提交我们用的是Git commit 提交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指定一个提交的一个描述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是非常有用的 尽量的去描述清楚这次提交要做的一个具体的事 使用Git commit加上一个im参数 后面呢就是提交的一个信息 如果不加这个-im参数的话 Git会打开默认的一个文本的编辑器 让你去输入一条提交的信息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个-m的参数 然后在后面用一个引号加上这个提交的信息 添加index.html文件 回车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次的提交 我们可以再去查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Git status 这里呢提示说 nothing to commit working directory clean 现在这个工作目录是干净的 没有什么可以提交的 去查看一下以往的提交 我们可以使用Git log 那么因为这里我们只做了一个提交 所以呢这里会显示一个 上面呢有一个commit 后面加上一个commit的一个提交的ID 还有呢author就是你的一个提交人是谁 在下面呢还有一个在提交的时候 撰写的一个描述的信息 我会把这些提交的 给你带来 给你带来